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 我们看 这个感应篇 第27页 倒数第二行 最下面一句 以直为趋 与趋为直 我们昨天 学习到这一句 今天接下来 看 从下面这句看起 入清为重 见沙夹怒 这个两句 跟上面 弃法受入 以直为趋 与趋为直 这个也有相关 这个都是 与这个 司法 判官 有相关的 入清为重 就是 清罪 判重刑 罪没有那么重 给他判罪 判重罪 入清为重 见沙夹怒 这句是看到 被处死刑 对这个 被处死的人 看到 这个犯罪的人 被处死 看他要被杀了 没有哀怜之心 反而 反而 更加的 惩怒 这个叫 见沙夹怒 人 犯了这个 严重的罪过 被判死刑 也是非常不幸的 事情 虽然 他是罪有应得 那总是 也是怜悯 他无知 患这么 严重的罪业 要被处死 我们听到这些信息 总是要有怜悯心 不能看到他被杀 还 更加的 惩怒 发怒 这个就是自己 造罪业 我们再看下面这句 知过不改 知善不为 这个两句 知道过失 不改过 知道善的事情 不肯去做 就是罪过 罪业 我们修行 我们修行 就是从 这两句下手 改过 跟修缮 所谓 所谓 除恶莫作 众善奉行 但是改过 也不容易 如果我们的 烦恼 习气很重 知道自己的过失 那总是改不过来 过去我在 山东 做百期训练 在金山寺 那么在 试验 试中 剧子 当时也 流行一句话 当时很多人 也学习 传统文化 也有很多论坛 办了很多论坛 也有很多 这个 学习传统文化的 这些善事 大家都会 在这个大众当中 发入忏悔 那么在 金山寺也是一样 在大众面前 说出自己的过失 但是 说完之后 还是改不过来 所以当时 在试验流行一句话 勇于认错 就是不改 大家都很勇敢的 认错 但是 就是不能改过来 因此 这个改过 就是佛们讲的 忏悔 也是我们 当前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这个了完世信的 改过之法 这个我们也要深入 那么 知道善 不肯 去做 这个也是没有 良心 知道善事 我们有能力去做 而不去做 而不去做 也是罪过 那么这个两句 最重要的呢 在这个 知 这个字 知过 才能改过 知善 才能够去做 我们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改过 不断的去做 这个也是根据我们学习的程度 高低 有所不同 那么目前 我们就 我们知道的 先去改 先去做 慢慢 再提升 因为这个层次 因为这个层次也很多 实在讲 这个 改过 做善 从环夫到成佛 才延满 所以这个过程 也是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去实行 不断的提升 那目前我们 以感应篇 这个标准 来改过 修善 慢慢提升 这必须有个标准 没有一个标准 我们也不知道 过在哪里 什么是善 所以这一点 是特别重要 这个两句 特别重要 那么我们 这个诸二章讲的 这些都是过 那击善章讲的 那些都是善 从这里做起 我们再看下面 至罪引他 拥赦方数 这个致罪啊 是自己的罪过 牵引到别人 这个是不应该的 自己的罪过啊 自己做 自己承担 不要去牵引别人 让他人啊 让他人啊 也受到 他人啊 也受到 牵累 拥赦方数 这个拥就是 这个拥就是 把他藏起来 保密 不公开 这个叫勇士 方数啊 方是方法 树 就是各种技术 艺术 我们一般讲啊 把这个技术 养生的 技术方法 保密 不公开 不让人家学 这是罪过 我们一般讲啊 最普遍的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医啊 特别是什么 祖传秘方 这一类的 能够医重症的 有很多 但是懂得这些 秘方的人啊 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就 不公开了 那么他怕公开了 别人学会了 他的利益就损失了 甚至啊 连他自己的女儿 都不交了 为什么呢 他女儿要嫁出去 将来啊 女儿学会了 嫁出去了 就被他亲家学去了 过去早年在台湾啊 我也听 听说很多 这类的事情 那么他这些方法 这些技术 不愿意传给别人 只想传给他 他儿子 如果他儿子 也不愿意学习啊 他死了 就带进去棺材了 这个也就断了 因此啊 我们懂得的 这些技术养生的技术方法 应该啊 但越多的人知道越好 因为这个利益啊 社会大众 这样啊 也是修自己的功德 尽量提供给大家 如果能够公开去教人啊 让更多的人得到利益 那么他的功德就更大了 如果呢 把他拥肃起来 不但没有功德 反而啊 有罪过 那么这句隐身啊 就是我们 敬老和尚常讲的 在我们佛法来讲啊 这些佛法都要流通的 不能把它拥肃 要流通 利益啊 众生的 要公开流通 翻译流通 总希望啊 一切众生都能得到 佛法 殊胜的利益 这样做才对 千万啊 不能庸舍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 善办圣贤 亲灵道德 这个两句是一对 善就是对圣贤的 绩效又诽谤 亲灵道德啊 迫害有道德的人 善办圣贤 亲灵道德啊 造这个罪业 果报啊 就是没有智慧啦 果报啊 没有智慧 那么从这个 民国成立来啊 武士运动 武士运动啊 本来他的本质是很好的 要救国救民的 后来啊 变质了 变成了文革 是文革啊 从武士运动就开始了 是后来啊 更厉害 那么武士运动啊 提出一个 口号啊 叫做打倒孔家殿 这句话 应该大家都听过 这个血如老人啊 在伦理讲记上讲 他说孔子也没有开殿 你怎么去打倒他呢 孔子啊 都是历朝历代的房地 给他安一个啊 结位 他在世的时候啊 没有结位的 从汉朝啊 一直到清朝 从汉朝 这个 汉明帝啊 就开始 把这个 卢家 以孔子为代表 四书五经 就是 卢家的 一个 主流教育 把这个教育啊 列为国家的 主流教育 一直到清朝 所以 孔家呢 从汉朝开始 一直到清朝 每一个朝代 这个房地啊 每一个朝代 改朝换代 但是他们家呢 不管是哪一个朝代 这个房地都会 封给他们一个 结位 到宋朝 叫做 衍圣公 叫衍圣公 那国家会 奉路给他们 直属 房地的 那么到了 中华民国成立了 就改成了 奉事官 奉事官 那么 奉事官啊 到孔子啊 他 遗传的 七十九 七十七代的 他的遗孙 孔德成先生啊 非常有才华 跟国民政府 到台湾去了 那么政府啊 也是给他 按一个 奉事官府 那属于 特任官 属于总统府的 特任官 每一年都有薪水 还有一个地方 给他们 而且 我们写入老人 李秉兰老西市 在大陆的时候啊 就是在孔府 他们家里 当主任秘书 就当孔德成的主任秘书 所以抗战期间啊 他们 跟着政府 跑到重庆 后来国共内战啊 李老师又 跟这个孔家呢 从重庆啊 又跑到台湾来 后来在台中啊 他也奉事官府 李老师啊 一直在这个孔家 担任这个主任秘书 也担任了几十年了 到了九十几岁了 到九十几岁才退下来 那么孔德成先生 很不愿意让这个 李老师 李秉兰老居士 我们诸位同学 李秉兰老居士 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吗 上面有挂个相片啊 他就在孔子家里啊 当主任秘书 当了几十年 当到九十几岁 孔德成先生啊 在这个孔家呢 到他这里算是很有 他很有才华的 十几岁就做当家了 就像我们诸位同学 现在你们这个年纪啊 他就做当家了 财米油盐啊 什么都要管啊 那么他 很不愿意让 写如老人 退休 写如老人就跟他讲 他说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九十几岁的 还在当公务员吗 后来他也是很不得已啊 就让他退了 后来李老师啊 就推荐啊 江义子老师 就是江老师 发第一变相读了 有人来过图文八 就推荐他去 接他的位置 接他的位置 那么这个孔家呢 到了民国啊 以来啊 真的是遭到善邦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 写孔子的东西 对孔子啊 实际上讲啊 也不了解 不认识 都是听到人家在诽谤 在骂 打倒孔家店 还有一句话叫孔老二 大家有听说过吗 我们台湾的没有听说 大陆的都有听说的 我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去啊 在香港还听到啊 08年到大陆去做那个 百七七恋啊 还看到路上啊 那个还有写这个孔老二的啊 那孔子是老二 那他是老大啊 老大的图伤悲啊 那么善邦圣贤啊 导致很多年轻人啊 不认识孔子 也障碍啊 大家去接触 学习孔子的这些思想 江老师他画的第一变相图 很早以前啊 孔德成先生在世的时候啊 他很早就画孔子圣基图 孔子圣基图 那么我听江老师讲这个音言啊 他说为什么我画孔子圣基图呢 那个时候李老师年纪大了 那么换他去当秘书 孔虎的秘书 这个一年是台湾有一个留学生啊 到美国去留学 那么遇到一个洋学生啊 问他一个人 他说你是台湾来的啊 那么有一个你们国家啊 有一个孔秋你认识吗 那这个留学生啊 英文讲得不错啊 就是对孔子不认识 后来他想一想 比如说孔秋是不是 是不是有位叫孔子的 他说是啊是啊 那个洋学生 洋学生看到他这个台湾的留学生啊 好像对孔子很陌生 所以他还讲了很多有关孔子的 给这个留学生听 这个留学生听了就很惭愧啊 这个留学生啊 也是有善根啊 听了会感到惭愧 如果听了都没感觉 那就没有善根了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留学生啊 有善根啊 遇到一个洋学生啊 给他问这个有关孔子的 这个洋学生 了解孔子了解的比他多 他觉得就很没面子很惭愧 所以就回到台湾 一直找一直找 找这个有关孔子的资料 后来那个时候找到 我们政府是一个奉事官府 那找到那边呢 这个 江老师在那边当主任秘书 然后就去请教江老师了 江老师就给他讲 但是孔子啊 他们历代那些家谱啊 都没有整理 这个学生去问了这个问题 请教这个问题 他要了解孔子 这个时候啊 才发现啊 哎呀 孔家呢 七十几代啊 那些资料啊 都没有去整理 所以他就找孔德尘先生啊 去把他 孔子他们家的家谱 在欺负啊 在欺负啊 他们家里的家谱啊 全部找出来 做一个整理 做一个整理 那么外面民间写的啊 有一些 不是很正确的啊 那些都修改 所以重新整理 根据他们的家谱啊 整理 那整理出来啊 经过孔德尘先生去 去三定啊 整理好了 那江老师发心啊 给他们发 一套啊 孔子圣祭图 那发出来啊 也没有流通 后来我们师父啊 叫我负责去 印这个第一笔像图 我记得零四年啊 来图文巴的时候 我们牢上啊 交代我去办这个事情 那么我去印第一笔像图 后来 江老师给我讲啊 他说呢 我还有一个孔子圣祭图啊 他画了很多年啊 画了一二十年啊 都没流通 欠我来流通 后来我就给他印了一千套 一千套流通 印了一千套流通 那江老师也很感激了 那么他也 给这个 孔德尘先生的孙子 孔崔祥先生 第七十九代孙 孔德尘先生 他的儿子啊 比他早死 后来就 那个奉事官啊 就换成他的孙子 那么孔德尘先生 往生五周年啊 这个 江老师就 给他这个 七十九代孙讲啊 他说 悟道法师啊 帮你们家 流通这个 孔子圣祭图 所以就请他邀请啊 我去参加他那个 孔德尘先生啊 往生五周年纪念 那次啊 那么我去参加呢 对我特别礼遇 这个都安排我坐在第一排 那么他也请 马总统去 去致辞 所以是那次去啊 我去参加 就有个 这个机会啊 跟马总统握握手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 奉势官府啊 现在政党轮替了 那就被 这个政府就没有再补助了 现在 变成 民间的一个社团 变成民间的一个社团 但是大家还是 尊称 他为奉势官 还是尊 尊 尊称他这个奉势官 因此啊 我也是 发心啊 我们社团啊 也是做这个传统文化的 流通佛法的 所以我办了 佛洞 在台北办这个 三十系列啊 也请这个孔锤长先生啊 去参加 他也很喜欢 参加我们佛教的活动 我们办一些传统文化的讲座 请他来 支持 他也了 他也 也来 这个是 讲到这一句啊 想到这些事情啊 善办圣贤啊 这个会障碍啊 社会大众啊 学习 圣贤教育 因此啊 照这个罪啊 是在讲啊 比什么罪都重 照这个罪呢 比杀人的生命还重 照这个罪啊 是杀人的 费命 让社会大众 对圣贤误解 不愿意学习 障碍啊 社会大众 学习圣贤的教育 那就是障碍啊 社会大众啊 法身费命 断了社会大众的 法身费命 这个比杀人的生命啊 罪过还重 这个我们在 我们敬老和尚讲序当中啊 常常听到 你杀人的生命啊 那就一生一世而已 杀人的费命啊 他生生世世啊 没智慧 这个严重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不能够去造这种罪业 我说的 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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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贤人 跟社会大众啊 结罪 亲领 道德啊 跟上面这句也有相关 亲就是 侵犯 迫害 迫害 有道德的人 有道德的人啊 应该要去扶持他 去协助他 来教化 世费大众 现在反过来啊 去侵犯迫害 这个也是跟 世费大众结罪 你能够付出一个 有道德的人 让他在这个地方啊 教化一方 那这个功德都是你的了 那你去障碍他 去迫害他 让这 这一方的人啊 不能接受这个 有道德之人的教化 这些人啊 没有智慧 那这个罪过 都是障碍这一个人 他要去承担 跟这些大众啊 结罪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句 社会主走 发指经期 我们再连下去 看下面两句 舔穴覆草 伤胎破卵 那么这个四句啊 属于杀生的 杀生之恶 四飞啊 以前用弓箭 现在用枪 飞就是飞禽 走是走兽 射杀飞禽 追赶走兽 走兽就是 在地上走的 去追逐 打猎 这个一句就是打猎 在我们台北双溪山上 就我们一个 两栋龙色一个 小道场 现在做百七七念 那么住在山下 有一些人都是打猎 那常常啊 我们看到一些野生动物被捕捉 所以我就请人去看 还有设一些陷阱 让这些 左兽啊 掉入陷阱 所以我在那个 山上路口啊 那个牌子啊 我就把那个地上经啊 那个经文啊 请人啊 去写上去 用个牌子插在那里 那个地上经讲啊 地上菩萨 若遇杀身子 说 肃殃短命报 那么那边那些猎父啊 我也请同修啊 去那边访问 听听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啊 都很不以为难 他们觉得啊 他们就是 住山就吃山啊 住海就吃海 海边就是捕鱼嘛 住在山上 就是抓这些野兽嘛 射非逐走嘛 他以为这个是正常的 后来我们道场在那边呢 也要去教化这些人 我说 当然他现在看了 他不以为了 他也 心里不会很痛快 但是让他多看 看习惯就好了 那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这个我们下面有一副 就距离我们道场 不远有一副 最近的 也是打猎了 那我们就是去关怀他了 他的父亲很老啊 我们就 有时候 我们就同修啊 送一些 换菜给他们 后来九十几岁往生了 他还懂得来 请我们去祝念 所以慢慢啊 去教化这些人 所以我们在双虚啊 就看到 社会逐走 真的啊 就是常常看到这些事情 那么花植经期就是挖在这个土里面的虫 这个叫花植 这个虫啊 在土里面 本来挖出来 这个七就是七鸟 那个鸟啊 栖息在这个树上 你给它打一枪 或者丢个石头 让它惊吓 你就飞走了 这个叫荆栖 这个在澳洲啊 应该也都 很多 很多那个大树啊 我看到澳洲很多大树都会有鸟 晚上回来就住在那里 在布里斯本啊 很多 那他好像习惯了住哪一棵大树 白天出去啊 找食物 晚上啊 那些鸟都回来那边来了 那回来那边啊 那个就是他的家啦 他在那里休息 这个不能去惊吓他 如果你跟他丢石头啦 去惊吓他呢 这个也是属于杀身这样的罪过 所以发持惊奇 舔穴护槽 这个洞穴啊 鸟巢啊 这个不能去破坏 那个洞穴呢 那个就是这些 虫鸟走兽 居住的地方 你把它损毁 或者把它塞住了 填起来了 那它就进不去了 如果无知啊 造了这些 罪过 我们有言意道了 也要慢慢去开导他们 伤胎破卵 那这是伤害啊 怀孕的动物 这个怀胎啦 动物有怀胎 这个 在六道里面 这个生命啊 经典上讲 胎卵丝发 胎生卵生 丝生化生 那么有胎生的动物 这个胎生的动物啊 肺孕啊 不能去伤害它 不能伤害它的 这个胎儿 那么有卵生的动物 不能破坏它的胆 像这个鸡鸭啊 都属于卵生的 那么有一些啊 鸟也是卵生的 讲到这一句啊 我就想到我年轻啊 当兵的时候 都在东云岛 那么 我当炮兵啊 那个 都挖坑洞 坑洞啊 那个炮口都向海 那炮口下面啊 就是咸来翘壁 那我就曾经看到有人啊 也是当兵的啊 就是 我们台湾当兵 说异务异的 都一定要去当兵的 那也是别的单位的 那也是别的单位的 我就看到有人啊 他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从那个闲来翘壁啊 绑一个绳子 自己绑在身体 然后呢 好像蜘蛛人一样 那就到那个翘壁啊 去拿那个海鸥的蛋 去拿海鸥的蛋 拿回去煮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 这一句讲的破软 伤胎破软 这个罪业 这个在我们生活上啊 也会看到 那么以上这四句啊 就是属于杀生 跟杀生有关的罪业 我们要避免 我们再看下面 见人之时如己之时 看到人家呢 得到利益啦 就好像自己得到 看到别人有遭受损失 就好像自己 遭受到损失一样 那这一句啊 就是反过来了 那希望人家呢 有损失 这个心就不好了 幸灾乐佛 毁人成功 就是怕人啊 做事做成功啦 百般破坏 人家做好事 那么 去破坏他 那么这个两句啊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嫉妒障碍 嫉妒障碍 这个也要避免 为人治安 仅仅自义 这一句是 安危 我们人啊 遇到危险 要求这个平安 这是人之常情 那么不可以啊 造成别人的危险 自己得到 安定 这是 这是存心不好 我们也希望啊 别人啊 也不要遭受到危险 不能啊 不能啊 去造成别人的危险 那自己得到 平安 那这个 这个 也是 罪过 自己求得安稳 那就不顾别人的危险 减人自义 损减别人的财物 增加自己的利益 这一句啊 也就是 我们常讲的 损人利己 那么去损减别人的利益 增加自己的利益 损人利己 这个要避免 以恶意好 以事会功 这个两句也是一对 以恶就是不好的 用自己不好的 去唤起别人好的 那这个方面啊 就很多了 有一些 比如说 物质 有一些东西 那么过去啊 我记得 也看到一个公案 很久了 好像有兄弟啊 昏财产 那么有一个 这个哥哥啊 他就 好的地方啊 都他拿走了 那个不好 就给他弟弟啊 但是后来啊 这个 命中有时 他还是有 后来呢 他弟弟分到 那个不好的地方 反而是最好的 他哥哥分到好的 反而变成不好的 这是举出一个例子 那凡事啊 我们 希望啊 好的给别人 不好的 自己用 那也不能啊 把自己不好的东西啊 去唤起别人好的 那不好的给别人 这个 存心不好 以施会供 这条是施心 那应该啊 我们要先供后施 先供后施 以前我在当兵啊 也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都没有受过 传统文化的教育 所以你当兵在 部队里面啊 都是公家的 那大家呢 都是很自私的 所以在 部队里面啊 这些长官啊 就提出一些标语 先供后施 先仁后几 而且要唱歌 天天唱 要先供后施 先仁后几 这是公家的事情啊 要把他先做好 再做自己施灵的事情 不能啊 先施后供 那这里就是 以施会供 你自己 以自己施灵的事情啊 为优先 那么把公家的事情啊 公义的事情啊 把他放毁掉了 涂抹私利 那不惜妨害啊 公义 这个叫以施会供 所以我们社团啊 罚藏金钟协会 申请这个社团 我们老上就叫社团 那社团是什么 性质呢 就是社会公义的团体 那不是私人啊 谋取利益的团体啊 是做社会公义的啊 公义事业的 那不能以这个公义事业啊 来谋取私人利益 以这个公义事业 谋取私人利益啊 那就造罪业啊 这两句 也是一对 以恶意好 以私会公 我们再看下面 窃人之能 必人之善 行人之丑 杰人之失 窃人之能 窃是偷窃 偷窃别人的技能 比如说作品啊 设计图案啊 专利品等等 那别人啊 他的技能啊 做出来的 我们不能去偷窃别人的 这犯偷到罪 我们要经过他同意 经过他同意 那没有经过他同意啊 我们就把他 自己啊 比如说他发明的东西啊 他也没有授钱给我们 我们就把它拿来用 就犯了头盗 这叫窃人之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牢上啊 有时候要用一些商标的 用一些什么 有人的申请专利品 这些 也都会去尊重他们 如果他们 不愿意 受钱给我们 我们也就不会去用他的 不会用他的 不会去偷窃他们的 避人之善 这个避就是掩避 遮避的意思 别人有 善事 他有优点 他有好事 想尽办法了 去给他遮蔽起来 不让人家知道 那实在讲啊 别人有善事啊 我们应该去表扬他了 那么让他 对于做善事啊 更有信心 所以不应该 去遮蔽别人的善事 优点 行人之丑 这句是 宣扬别人的丑事 别人啊 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啊 到处去宣扬 特别现在啊 这个 这个 媒体发达 报章杂志 现在还有电脑网络 把别人啊 那个 不好的事情啊 大力的宣扬 那这个宣扬的层面 越大 造的罪业就越重 杰人之丑 杰人之丑 这句跟行人之丑 也是相关的 杰就是 纸灾 纸灾啊 别人 隐私 秘密 那别人啊 他 有什么 不好的 那是他 个人的事情 他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去 指摘别人啊 隐私 秘密 这个就很缺德了 那个 指摘别人的隐私 秘密啊 还公开 还上电视啊 这个就很没有道德 我们再看下面 好人 富财 离人 苦肉 亲人 所爱 助人 为辉 这个好是 损好 或者是消耗 或者是浪费 别人的负财 负物 财物 消耗 浪费 那特别是 公家的东西啊 不能够去 任意 消耗 应该要 洗腹 有些公众的东西啊 也要爱惜使用 那别人的负财啊 我们 更不可以啊 任意啊 去消耗 或者浪费 不要 以为 哎呀 这是别人的 多用一点 这就损自己的福报 公家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 爱惜使用 那别人的东西啊 更要爱惜 自己啊 的财物 货财啊 不能够 任意去浪费 损耗 别人的货财 更不能够 任意去浪费 损耗 离人骨肉 这个离人骨肉 就是搬弄是非 这个属于两舌 口业啊 口的恶业啊 属于两舌 是搬弄是非 离间啊 别人至亲骨肉 反目 婚礼 这个我也亲自看过 的确啊 的确啊 有人啊 造这个罪业 把人家那个兄弟啊 去离间 去破坏 让他们家兄弟啊 原来非常好了 变成像 仇人一样 这个我都亲自见过了 这次造罪业 亲人 所爱 亲夺 别人 所爱的 那么 所爱的 当然啊 人事物都有 凡是别人 他 喜爱的 心爱的 就不会去 侵夺了 不去侵夺 我记得 物人法师在出家前啊 这个 早年啊 那个台南有一个 波乐经测 在台湾台南有一个波乐经测 开心 开心法师 我们这里有台南同修来啊 不知道有没有听说台南开心法师 这个开心法师有神通啊 这个 我是出家那一年啊 他 他很 崇拜我们师父 讲法严经 他拿了一个大的这个南瓜呢 到这个基金会 要供养我们 一个大的南瓜 很大 大概这么大 抱上去 那时候我刚出家没多久 我看到了 我就把他接下来 后来呢 师父回来 跟师父报告了 这开心 台南开心法师送了一个大南瓜来 我就听师父讲 他说开心法师啊 定功很深 他说比 比我这个德界和尚啊 上广下亲老和尚啊 定功还神 我听了就吓一跳了 那我们在台湾啊 这个广亲老和尚啊 他是不导丹的 都吃水果的 所以台湾的这个信众啊 都称他水果师 他不吃人间焉火的 那晚上睡觉就坐在椅子 不捣蛋 那么我出家第二年去高雄庙通室 受戒 刚好遇到他传戒 他一生就传一次戒 传戒前啊 他就说戒传完他就走了 果然我们戒传完第二年 他就往生了 我说哎呀 我的德界和尚啊 定功都不得了了 那这个开心法师啊 定功还比我的德界和尚还深 我就很想去见识见识啦 我就第二次来啊 我就仔细观察 第一次来啊 我就只看到他手上那个南瓜 没有看到 没有仔细观察他的人 那么听师父这么一讲啊 第二次来啊 我就观察他的动作 他的脊子 观察他的眼神 的确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眼神啊 就像在定中一样啊 后来我就去 那个我们师父跟馆长到美国的时候啊 我就找时间去博乐经测啦 去到他那边啊 我就师父说他有神通啊 所以他有很 他呢拿了一叠名片 他这个法师啊 不出名 我的德界和尚啊 名气大 那这个开心法师啊 认识他的人不多 他就拿了一叠名片给我们师父啊 给我们敬老和尚 那么 在台北啊 还是有疑难杂症啊 什么附体的啦 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我们师父啊 就拿一个名片 那就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 他有神通 后来他生意就很好了 那么有一次啊 我去到他那边啊 我就去挂单啊 一进去啊 他就放那个电视给我看 他们放那个宴口 放宴口 那录下来给我看 他就只给我看 那个电视上啊 他请了一个法师去竹法 那么他是坐在那个竹法台后面 像我这样穿一个长衫在那边打坐 那个录像啊录出来是这样的 然后他那个请个竹法 那个竹法头都要戴五方帽的 那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就知道了 真正竹法是他 不是坐在台上那个 是他坐在后面 他就指着给我看 你看那些什么断头的啦 断脚的啦 还有日本人啊 还有洋人啊 他说你看啊 哇很多很多 我说师父啊 我看的都是只有那几个法师啊 那些鬼我都一个也没看到啊 他说那么多你没看到 我说没看到啊 你有神通我没通啊 后来啊 台北三重来了一个年轻人 那讲那个声音啊 就是来找他了 被附体 来找他 讲那个话呢 我听着毛骨悚然啊 是哪一个哪一国的话的 我听不懂 那个话有够尖的 哎呀 你看我听到我 听到那个讲话就毛骨悚然 你就知道 哎呀 那个鬼多厉害啊 那开心法师不会讲普通话 他只会讲闽南语 那讲完了 我就听开心法师给他讲 他说你不要骗我啦 你是鬼啦 什么天人 天有几成你知道吗 后来讲一讲那个鬼就不敢再叫啦 知道我这个这个法师不是一般人 知道他的底细啊 不敢再叫啦 那么开心法师就给他讲 他说你要跟你对他没有恶意 你跟他有缘 你要跟他一起来亲近佛法 来听经 这个可以 你离他远一点 不要附在他身体 欢迎你来听心经 开心法师都讲心经 专攻心经 一些天台中的 天台的三指三冠 那后来这个鬼就离开那个年轻人身体 他就恢复正常了 讲话啦 神情啦 动作就恢复正常了 就走了 后来又来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众 说她那个全身不舒服 一直想跳楼自杀 去医院检查也没病 后来我就听开心法师讲 开心法师我是讲经的 我都在讲心经的 你们有病也要来找我 有鬼也要来宰我 我又不是抓鬼的 又不是医生 我是法师 那没办法 他拿那个名片 拿一叠给我们师父 我们师父就给他宣传 所以他生意就越来越好 后来这个我一直问他 他说是什么原因呢 那开心我就听开心法师跟他讲 他说过去世的冤亲寨主 他过去世你是他的女主人 他是你的悲逆 你给他虐待到他跳楼自杀 他现在这个冤魂跟到这一世来 他也要执谋到你跳楼自杀 他才有心甘情愿 后来他问开心法师怎么办 开心法师说 那你还跟他化解 他说如果人打你一个巴掌 你恨不恨 那打一个巴掌 你就恨得不得了了 那你杀了他的命 给他逼死了 他那个恨有多深 所以劝他跟他化解 这个冤烈病 这个开心法师 那么他那边事情 我也去亲近过 知道了很多 那么雾冷法师也跟他很熟 原来在家的时候 雾冷法师就跟他很熟了 常常去 那他旁边就有人就是 欠乌冷法师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不是叫乌冷法师 还是在家的 就跟开心法师剃度 那开心法师就讲 他是进攻法师的徒弟 他是要跟 进攻法师是希望 说他做徒弟 君子不夺人所爱 他说君子不夺人所爱 他是进攻法师的 我不会给他剃度的 这个开心法师也是提醒 我们师父讲法言经 其中一个 他喜欢法言 因为他学天台是法法 妙法灵法经的 那么他的词物叫 宾宗法师 以前在这个 日记时期 他到 浙江 林波 去学天台 所以回到台湾 他那个 金色叫 南天台 在台南 南天台 波勒金色 上面讲 波勒心经的 讲三知善观 那这个老法师也很可爱 已经往生很多年了 我去看他 看他在看电视 看那个歌仔戏 这个歌仔戏 台湾的同修都知道 大陆的同学 你们不知道 歌仔戏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 请你们去福建 福建省知道吧 有个福建省知道吧 福建省的泉州 张州 那边就有歌仔戏 那么我看到他 在看歌仔戏 看得金金有味 我说师父啊 哎呀 你怎么在看歌仔戏啊 他说我怎么是 看歌仔戏啊 我在修三指三冠啊 那我一听 好像跟我们师父 是一鼻孔出去的 因为师父 以前也是叫我 去做那个 军钢精啊 那个贴纸圆圆的 反正所有像 就是希望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就做了很多 说师父做这个干什么 他做透明的 让人家贴在那个电视 那个角落 不影响画面 那什么作用呢 就是让这些同修啊 打开电视啊 同时也看到这一句经文啊 反正所有像 接受希望 不要变在里面骗啊 就是看电视啊 也在修行 但要这么看才行啊 如果我们心随着他转 那就不行 那这还是不要看 你能够不随 这个境界转 就可以看 但是要这么看 这么看啊 就是修行 那么这一句 讲到亲人所爱啊 我就想到这个事情 想到误人师出家的 这个事情 所以开心法师这句话呢 虽然是好像我们这样 好像聊天式的谈啊 但是呢 他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 人家要的 我们不要去夺取别人的 助人为非 那么帮助别人啊 为非作歹 那这一句啊 也容易懂啊 我们再看下面 诚事作为 路人求胜 那放纵自己的意志啊 作为作福 那五路他人啊 那求自己的胜利 我们再看下面 拜人苗架 破人婚姻 那这个苗架呢 就是农作物 败是败坏 败坏别人啊 他的农作物 别人啊 辛辛苦苦啊 种这些农作物啊 他就靠那个维生啊 你去给他破坏了 这个造罪业 破人婚姻啊 就是破坏人家的婚姻 破坏人家的家庭 这个在现在这个社会啊 非常多 所以现在这个离婚率啊 非常高 就是很多人啊 在造这个罪业 破坏人家的婚姻 比如说先生有外遇啦 或者太太有外遇啦 那 如果你是跟这个有太太的 先生发生关系 或者有 先生的 太太啊 男方女方啊 有外遇的事情啊 那你就破坏人家的家庭 破坏人婚姻 那么最近啊 我们 这个道场啊 什么事情都有 那什么事情啊 都会发生的啊 也是有人啊 以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 不教不行 他来到场啊 参加法会啦 参加这些啊 来做义工啦 但是呢 没有教他不行 光做法会不行 那这事情啊 没有教啊 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人家有家庭啦 那你知道他有家庭 他是有太太的先生 那你再去跟他发生关系 那他说他太太知道啦 他会接受吗 他肯定不接受 那不接受怎么办啊 就离婚了 那就破坏人婚姻 破坏人家家庭 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 还是要多多提倡 我们再看下面 苟父而骄 苟敏无耻 这个起非分之才自负 不知道行善反而 骄傲 骄傲 奢侈 这我们一般讲 暴发富啦 那又发财啦 就变得呢 骄傻了 就造罪业了 苟敏无耻 这个国勉 这个国勉 这个国勉就是侥幸啊 这个国勉就是侥幸啊 逃过刑法 他没有羞耻心 所以伦理里面讲啊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啊 民国勉 无耻无耻啊 就是啊 道之以正 就是 以政治 来定法律 来管理人民 人民啊 犯错 把他抓起来 判刑 那这样啊 结果就是 民国勉 无耻 那人民啊 他没有羞耻心 他不敢做 违法的事情 主要是怕被处罚 如果这个法律啊 比较松懈 或者呢 可以走法律漏洞 他还是会去犯法 他没有羞耻心 所以 这个大陆啊 前些年啊 这个发生这些食品啊 安全的 很多 很多人被抓到了 那后来没多久啊 台湾也很多人被抓到了 我看到报纸报了 有一个南部啊 做那种地沟游的 那这个 老板也被抓到了 而且那个 品牌卖很多年了 我想我都吃了不少了 不知道那个地沟游 全都吃了不少 所以现在我吃出三高四高 可能跟这些有关系 也都不知道啊 那个报出来 已经一二十年了 那个品牌 我们常常买的 那老板啊 一直哭啊 那我看啊 我感觉啊 他不是 不是在忏悔啊 他是哭什么呢 哭他倒霉 啊 运气不好 被抓到 人家很多人都没被抓到 他没有 羞耻心 那么这个就是 伦理讲的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名国免无耻 人们没有羞耻心 他只是怕你那个法律 他并没有觉得说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是错的 没羞耻心 那么应该啊 要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此且格 要道德来教化 让他有羞耻心 犯错了 以理来整齐 这样啊 人民啊 他就由此且格啊 他有羞耻心 他自己为耶稣自己 下面讲 认恩推过 教货卖恶 这个两句 是一对 这个 别人做的恩德啊 那说是自己的功劳 那自己的 罪过啊 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是个特别多领导的人啊 应该啊 功劳都给下面的人 罪过自己来承担 那这样啊 大家都愿意啊 为你啊 努力 消灭了 这个 我们就是要把它颠倒过来啊 那不要啊 认恩推过 我们呢 认过推恩 恩给别人 过自己来承担 这个我在 福建张谱啊 看到那个天福明察呢 这个 李锐和先生啊 他的故事 这个有时间再来讲给大家听了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 故事很多啊 都是现代的啊 那么这个李先生啊 他 破产啊 能够东山再起 他就是 我到福建去啊 跟他写个标语 就是 有过他承担 有功 就是给大家分享 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一个企业 破产 失败的那么彻底 他还能够站得起来 现在大家如果去 看这个天福明察 就知道 这个是我在05年啊 到美国洛杉矶 金钟协会奖金啊 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 在台湾叫天的明察 他的太太啊 听我讲 闽南语的了凡事性 听我在那个佛教卫星台讲 那次去演讲啊 他 包了一个红包给我 问我为什么 台语讲得那么好 我说从小跟我父亲 看布袋戏的 看歌材戏的 后来送了一本书给我 他先生的失败跟起落 所以我在05年 在美国加拿大行为演讲啊 我都利用啊 坐飞机啊 把那本书看完 这个下次有时间 再跟大家分享 下面讲 嫁祸卖恶 这是把自己该受的灾货啊 移嫁给别人 这个叫嫁祸卖恶 我们再看下面 孤满虚欲 包足显心 这个孤满虚欲 这一句啊 就叫孤名调育 不务实际 用财务 用买的 孤啊 就是不务实际 用财势 去购买 争取到地位 奖赏 等等这些美好的名声 这叫孤满虚欲 那么话说啊 也是有一年 我到美国啊 去奖金做法会啊 这个都一二十年前啊 十几年前 一二十年前 那么那个时候啊 我就听我们师父讲啊 我们到任何道场啊 收的红包啊 都要供养那个道场 供养那个道场 那么 以后啊 那个道场就会翻领你了 所以 我就到任何 什么试验啊 金中协会道场啊 就通通啊 收的红包 通通供养他们道场 我都不拿了 那么这样啊 我被人家告状啊 就有人去我们师父那里告状 说报告师父 误道法师啊 孤明钓鱼 收的红包啊 都给他们道场 他自己要得到好名声 后来师父就打电话给我了 说我孤明钓鱼 那么师父讲 我说是是是师父 我是孤明钓鱼 那我改过 现在就 红包我就照收了 我也感恩师父 那我多一些收入啊 所以现在大家拿红包 我就没有推了啊 大家看到啊 你拿我这道专钱收 都放在口袋啊 那个就 大家就 不会孤明钓鱼啦 那拿了这个钱啊 再去替大家做事就好了嘛 所以我也改过来啊 这个 孤明钓鱼啊 这个也不对啊 这个孤满虚雨 这个也不对啊 所以我们还是做一些实际的 这个不误实际的啊 不对啦 所以我现在拿了红包啊 又有 这个 美国有一个同修啊 他又有意见啊 但是他不知道我这段历史啊 有一个老基士 那么这个老基士啊 有一次遇到我啊 他就给我讲 人家悟行法师都不说红包的 你悟到法师都给人家说红包 我也不解释啦 我也不解释 那这个 这个老基士好像在美国哪一周的啊 我就一直想不起来啊 好像在一个坐汽车的 有一周啊 那时候我去去那边啊 那这个 我不说红包也能告状啊 说红包人家也告状 那这些啊 我们只要啊 这些都没有关系的啊 主要是说我们 就是务实的来做就好 那做久了啊 大家也都知道了嘛 我们有在做事啊 人家都在看啊 所以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总是不要啊 孤满虚域啊 不要啊 刻意的啊 去孤名吊义啊 那这个是不对的 啊 所以我现在呢 都很务实啊 你不赞叹我没关系啊 啊 那个 我是实际上啊 那么来给大家做一些事情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 包足醒心 那包长啊 奸诈害人之心 错人所长 户己所短 那这个也是 不对的 那别人有长处啊 你不能去 去 让他受到挫折 让他这个才能不能舒展 户己所短啊 就是自己的短处啊 保护 保护自己的短处 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 很容易犯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改过来 有则改之啊 无则加免 成为破邪 重暴杀伤 这个仗着自己的威势啊 胁迫他人 顺自己所为 重暴杀伤啊 放纵暴力心性 或者纵容恶人啊 杀伤 人物 生命 无故剪裁 灰里喷窄 这个跟 重暴杀伤 这个两句跟重暴杀伤啊 也都属于 杀身之恶 这个剪裁啊 就是 裁缝 才是这个衣着 为了时髦 那这个跟杀身有关 为了赶时髦啊 就是浪费 并不是啊 很有需要 只是浪费 所以没有 无缘无故 为了自己的时髦啊 自己想穿好的衣服 他就去 裁制啊 这些华丽的衣着 这个也是伤身害命的 灰里喷窄啊 喷窄就是宰杀动物 这个梨啊 它有个节制 因为我们一般人啊 都是杀身吃肉的 但圣人啊 也没有完全给你禁止 但是有一个限度啦 依照这个梨 所以你 杀牛杀羊的 他也是有个时节的 不能乱杀的 现在呢 是乱杀啦 以前啊 我记得台湾政府啊 还有一个月啊 公开这个 一天不能屠宰的 有一天啊 那一天就不能屠宰的 现在好像没有 天天在宰杀动物 天天吃 以前我们小时候啊 这个 吃鱼吃肉啊 是要过年过节才有 平常啊 吃的 的确都是 素的比较多 因为不是我们发心 吃素啦 是没得吃啦 穷啊 没得吃啊 所以过年过节才有 大鱼大肉可以吃 那初一十五 拜拜才有 豆干可以吃 那平常呢 我记得 都是吃我母亲啊 腌的那些咸菜 所以现在我吃的很咸啊 请大家多原谅 因为从小没得吃 腌萝卜啦 腌冬瓜啦 豆腐卤啦 都是我母亲自己做的 酱油啊 也是他自己做的 菜自己种的 就吃这些 平常就只能吃这些 所以啊 过年啊 才有鱼肉可以吃 才有新衣服穿 所以小时候啊 一直盼望啊 过年啊 赶快到来 那现在啊 天天过年啊 现在天天过年 天天吃肉啊 因为为什么天天吃肉呢 非礼烹宅 没有节制 因为是过年过节啊 有拜拜那才有宅啊 那现在呢 天天在宅杀 这就造罪业了 善气五骨牢牢众生 那么把能够养人的五骨啊 抛弃不珍惜 这个我们看得非常心痛 所以 我们这些年都到大陆做法会 那这个 庄严师啊 也常常 要求大陆同修啊 不能够 菜点太多 吃不完丢掉 因为我们到餐厅 常常看到 人家一桌菜 大鱼大肉的 吃没有三分之一 丢掉了 那些饭啊 都没动 就丢了 看了呢 非常痛心 看了非常痛心 那么 那些农民啊 没得吃的人很多啊 没得吃的人很多啊 那我们有的吃啊 要想到那些没吃的人啊 所以现在习主席 提倡啊 四菜一汤 就是希望啊 不要浪费 这个我们是要想念想念啊 那你要点多一点啊 量不要太多啊 能够吃得完是最好 那吃不完啊 能打包 也可以 四菜一汤 如果要多一点啊 就像以前台湾 蒋经国总统啊 提倡啊 梅花餐 五菜一汤 多一道啊 所以不能散气五谷 这个损自己的福报 老是这个老害百姓 那么以前啊 都会 公家呢 都会找这些人民啊 去服劳役 做公家的事 但是要看情况 看丰年 还是不是丰年 如果丰收的年头啊 劳役可以三天 如果比较不好 两天 或者更不好 一天 不能啊 随随便便啊 就找这些人民来 为公家服劳役 要体察民情 不能够去牢牢众生 破人之家 取其予财宝 这个破坏人家的财产啊 那么 趁机夺取他的财宝 节水放佛 以害民居 这是把敌房破坏 或者放佛 把别人的住宅啊 烧毁 让这些人民啊 不能居住 但是这些都是造 很大的罪过 混乱规模 以败人工 损人弃物 与穷人用 这个规模啊 就是 既有规模的事业 那么 故意给他弄乱了 那使他全功尽弃 这个叫 汶乱规模 以败人工 损人 弃物 与穷人用 损坏别人啊 弃机物品 使他不能使用 这个在大陆啊 我都看了很多 特别是公共场所 有一些 有一些公共场所来 那些是烘 烘干机啦 烘手的啦 常常被人破坏 那有一些卫生间啊 一些纸啊 从来没有看到一张纸的 能够看到一张纸的地方啊 那很少 所以啊 我都要自己带 那为什么 那些东西都有啊 但是被人家呢 损坏了 被人损坏了 所以你说这个教育啊 多重要啊 你把人交好了 你看公家 那省多少 这个浪费啊 人交不好啊 你看啊 这些公家的器物啊 都被损坏了 让大家不能使用 见他荣贵 愿他留贬 见他富有 愿他破散 那么这个试剧啊 也是嫉妒障碍 看到别人荣华富贵 希望啊 他赶快被 降职 被免职 这纯心不好 看到别人富有啊 看到他有权啊 希望他赶快破产 那个千经万论啊 讲的就是一个纯心 那这个纯心啊 别人 他也未必被你破坏 但是自己存这个心啊 自己造罪业啊 那真的是很阴望 那我们应该啊 学普贤菩萨 随起功德 这个太上老君 也是教我们要随起功德 见人知识 如己知识 见人知德 如己知德 别人啊 也得到好处 我们替他欢喜 见他舍没起心 实之 那么这句啊 非常重要 这句啊 太上很简单 只有两句话 但是在感应变会篇啊 那个解释非常长 那么这个佛在经典 讲的也很多啊 为什么太上只有两句 很简单 那么这个两句啊 重点啊 教我们 从这个起心动念啊 那个地方啊 你就要去 观察到 观察到啊 有这个 见他舍没起心 实质 这个念头一起来啊 就要赶快把他 断掉 那念佛人啊 就用一句佛话 给他压住 不要让他升起来 那这个 如果这个心啊 没有控制好啊 那后面遭了罪业 那就无量无边了 所以在起心动念啊 去观察 不怕念起 只怕劫持 赴他福财 愿他生死 那欠人家的财务啊 那希望啊 那个债主赶快死 他就不用还债了 他实在讲啊 如果明了因果报应啊 你生生不还啊 来生还 那来生还的利息更重 所谓啊 披毛带脚还 所以欠人财务啊 要想办法赶快还 那有的人啊 他给人家借钱啊 他是故意不凡的 他是恶意的 所谓恶性倒闭的 他故意不凡的 那不凡你 这一生不凡 来生要凡啊 来生凡啊 那利息加得太重了 真的啊 真的啊 如果明了这个因果啊 实在是划不来啊 甘求不遂 变身作恨 这个甘求就是 非凤的奢求 非凤的奢求啦 不能随自己的心 那他就 作骂 怀恨别人啊 见他 吃便便说 他过 那么看到别人啊 有不如意的时候啊 就议论他 平常的过错 他就这个人 怎么样怎么样了 他才会得到 这样的果报啊 这个我们 有看到别人啊 有这些事情啊 我们也不要 纵然他有过 我们也不要去说 他什么过失 纵然他有过 那我们讲了他的过 那我们自己也有过了 所以我们也不必去讲 那看到别人 有不如意不好的 总是啊 要发慈悲心啊 怜悯他 希望啊 他赶快啊 这个 渡过难关 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 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 那这个是 看到了一些残疾的人啊 就去笑话他了 这个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 那对残疾的人啊 应该要格外恭敬 这个常理级要讲啊 对这个残疾的人啊 不断不能去笑话他呢 对他还要特别恭敬 这样啊 那看到别人有才能啊 那不能去贬义他 应该啊 要称赞他 他真的有才能 他真的做得比我们好 我们要称阳 我们要称阳 要称赞 再看下面 买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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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新加坡我听说都是叫匠头 我到新加坡去他们说 什么人遭到匠头在协处 有一年我到台湾台东京中协会 遇到一个警官 那个警官他是专门管外事警察 他是外事警官管外国人的 他说有一次遇到一个新加坡 会降头的跑到他们那边去 他说真的很厉害 那讲那个亲身经验给我听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养小鬼 种种这些现在还是很多 总是这些都是不好 都属于这一句买骨压人 总是会去伤害人 用符咒种种的去伤害人 那自己得到好处 实在是造劣 用药杀树 那么这个药是毒药 把这个树 花草树木把它杀死 像现在用这种杀虫剂 杀草剂 这个都是造业 像现在那个高尔夫球场 打高尔夫球 听说用那个杀草剂的药要用很多 因此我们也要避免 避免用药杀树或者伤这个发草 慧怒师父抵触护凶 慧是气在心里 怒是表现在表面 这个慧上面两个土 下面一个心 就是气在心里 没有表现出来 那怒就是表现在 尾面 那么 对老师怀恨 花怒 那么无礼 不礼貌 这是对师父 那么传授这个记忆的师父 白恨 发怒 无礼 抵触 护凶 那么对 父母双亲 这个 凶结 不孝 不孝双亲 不敬 凶 凶 抵触 这个抵触 这个无量寿经讲 如父 抵徒 不适 人情 无意 无理 不可见晓 就是这里 跟这里讲的 是一样的 去顶嘴 这叫抵触 这也不可以 强起强求 好亲好躲 这个强起强起 这个用强钱 不讲情理法 他有视力 好就是喜欢 喜欢去侵占别人 夺取别人的 这就是一种习气 有人就喜欢 去侵占别人 夺取别人的 这个是属于偷盗罪 奴猎自负 巧诈求钱 这个奴猎 就是抢劫了 达到 这个富有 那么抢劫得来的 这个财富 实在讲 也不保 这个后面 感应篇后面 就会讲到 这些不义之财 不但得不到受用 反而是害自己 巧诈求钱 就是不脚踏实地 以奸巧弄假的手段 来求得生钱 赏华不平 一乐过节 这个赏华 不公平 有偏心 偏失 这个是特别 上面对下面的人 这个赏华要公平 不能 不喜欢哪一个人 多赏他一点 对哪一个人不喜欢 给他少一点 不公平 世间 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不公平 发生的 如果公平 那就没事了 天下太平 一乐过节 安逸享乐 放纵不节制 这个我们到澳洲来 也看到西方人士 他们讲求休闲休假 那么休闲休假 有适当的休闲 这个是需要的 但是不能过 这里讲的就是过分 没有节制 过分没有节制 因此我们要有节制 不要太过 也不能太安逸 安逸享乐 只是想求享福 不吃苦 实在讲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这个 这个 范文正宫讲的 我们应该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我们生 有忧患意识 死的时候 才得安乐 不要生于安乐 死于忧患 那就颠倒了 柯涅 其下 恐吓于他 那这个 柯克 对 部署 下面的人 虐待 那么还恐吓他人 这个现在讲的 恐怖分子 虚张声势 让别人 对他产生 害怕 那么这个 明天还有两个小时 那应该明天讲快一点 不要讲故事 应该很快可以讲完 因为有时候讲到 一些 亲身的经验 就忍不住 要跟大家分享 好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 这个 还有一堂 还有一堂课 祝大家 福贵增长 伐喜充满 我们明天下午 再继续来学习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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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